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同学大家好 这个是单元5LC3的组合语言 第三节组合语言的范例程式 那之前我们学了一些 组合语言的基本的观念 那现在再深入一点看这个范例程式来说明 范例程式我们也是用之前用过的程式 说机缘出现的次数又寄认 程式的流程图还有那个程式 范例程式就是机缘出现的次数 那工作人物就是从键盘输入一个目标资源 在机体一段位置中呢 找该目标资源总共出现指次 那最后输出出现的次数 所以这是工作的要求 那这个流程图之前就有给大家看过了 所以我就不多解释给大家参考 好 程式码的部分 那第一句是一个注解 说明我们的那个目标是找那个目标资源 出现在机体 资料确认出现的次数 那点Origin X3000 在程式第一行是放在3000 里面 记忆体里面 otherwise R11 这个 spell 是一个基数器来用 Gate-C就是一个TRAP的用法 所以说要将键盘输入的目标资源 读进来写定给奥零 要LDR 奥一奥三紧之号零 利用奥三作为一个柱子 然后加上零叫它本身 去哪个位置读取记忆体 然后读起来一个资料 资源设定给奥零 跟着空航然后注解 就是说以下这段程式码 就是要检查资料是否结束 那警戒指就是用EOT 是等于是 ASCII End of Transmission的意思 那它TEST就是一个标示 表示接着从别的程式的地方 可以跳到来TEST这个地方 那ADD AO4 AO1 整之后 F4 其实就是检查AO1 减去4之后 是否等于0 等于0的时候 就是AO1等于4 就是看到警戒指的意思了 那如果等于0的话 那如果等于0的话 就去跑到那个Print 这个标示那个程式码段落 去把那个 气数输出来 目标资源出现的气数 输出在萤幕上 如果去检查资料资源是否目标 弱势之速器地增 那以下阶段就已经还没完成 所以还要继续读下一个字缘 还没有遇到警戒指 首先将AO1反向 然后再加1 就是表现这两句 就是做成AO1乘以-1的效果 然后将AO1加上去 那目的就是要检查AO0-AO1是否等于0 那如果小于0或大于0 就是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去读取下一个字缘 那如果它等于0的时候就做结局 就是把AO2这个目标资源出现的气数 地增为1 要遇到目标资源了 那下面空航 还有从字量区段读取下一个字缘 所以这应该是GetCharacter这个标示 然后就是字量位置 起向下一个位置 所以是加1 然后AO1 读取AO3的机体位置 然后加上偏一支0 这是它本身 读取下一个字缘 然后Setting给AO1 那然后就无条件跳回去 Test回圈的起始点 去检查知道是否目标 好 好 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程式 主语程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呈现这个 那个注解 怎么说明这个程式各个功能 分开去段 然后把一些战权器的意义写出来 像基数器那种意义写出来 然后它检查的条件 究竟在口语上面是 集权上面是什么意思 把它写出来 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程式在做什么 因为单看那个主语指令 不容易了解 加上注解 就很容易去了解这个程式在做什么 好 那谢谢各位